据台湾媒体报道,吴奇龙1988年以男子团体小虎队出道,随即成为当红炸子鸡。 知名度大开的吴奇龙感情状态更是备受瞩目,并在2015年与刘诗诗步入婚姻礼堂。 不过就有网友翻老照片,发现吴奇龙初恋的团体幽欢派对团员悠悠。 当年他顶着帅气短发,神思老婆刘诗诗,来个直观的对比,恋心狠笑有没有。 而且两人都有着小巧的鼻子和樱涛小嘴,那份精准干净的气质尤其相像。 当然相比之下,刘诗诗的五官更加精致秀气,这个角度看两人简直是双胞胎啊。 只有仔细观察才能分辨出区别来,悠悠的双眼皮比较深,下嘴唇也较为厚。 都说男人有初恋情节,难道吴奇龙也一样? 女子团体游欢派对游欢欢与悠悠组成,当时他们与吴奇龙所述的小虎队推出合集,心念快乐,小虎队因此才走红, 而微博网友帅出悠悠旧照,他顶着帅气短发,恰好于剪短发的刘诗诗有几分相似,深巧合,引发网友热议。